字幕OLLAK.CHAN 我在高雄 直播啦 很开心啊这一次来到高雄 跟大家 报告 我玩得非常开心 买了许多韩国裔的 迹念品 但是这里的 人潮真的是恐怖到 我不要想聚集 所以我尽量避开 虽然感觉上是有点可惜 但是没有后悔 因为保持体力 今天早上我又要一整天 有行程有景点去玩 我们毕竟是理科 虽然我是韩国瑜的粉丝 但是我还是要非常理智 我已经算是有一点疯狂了 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看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看我戴的这个帽 都是那里买的 你看我 我爱 让我回家 我现在还没有想回家 我还有一整天玩 过后我就会回去 谢谢大家 能够支持我 在新加坡的直播室 但是在这个台湾的 韩国瑜的后援会 他们对我的支持 真的是非常的热情 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 我就post 我在那里 他们就非常的开心 给我很多的鼓励 也给我很多点子 给我很多意见有关于旅行的 你看这个背景 是一个棒球的操场 我就 其实是坐在船上 不是床 船上 跟大家直播 哇 台湾的人民他们 特别是高雄 因为我在高雄 他们十多年来都没有升旗里 底下七点半 这个韩国瑜就跑去升旗里 他也 这个市场简直是 Superman啊 可以这样讲 昨天晚上 跨年十二点 今天早上 七点半 要到这个文化中心 升旗里 然后 之前又在西子方 迎接 最后一道 就是 像最后一道 那个 夕阳 落日 最后一道落日 当然是看不到 因为这里的空气实在也不是很好 坦白说 我看到很多人都戴口罩 这边的人都是戴口罩 坐地铁也好 坐捷运 他们称为捷运 走路都好 看到很多 大人小孩 都是戴口罩 然后他们的跨年晚会 你坐在电视机 你就很开心 因为你看看 看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等地都有跨年 还有桃园 屏东 都有自己的跨年晚会 这些著名的歌星 就到处 爬爬 赚 赚大钱 然后我这一次来到高雄 都是他们创记录 他们的六合夜市 是创记录的多人 六合夜市其实相对是比 瑞丰夜市少人 我也没有机会到瑞丰夜市 每一天我走到累的要命 毕竟是年纪大了 接下来 自己说明年 准备去一个 明年可能不会来高雄 不是 今年可能不会再来高雄 因为计划去一个远的地方 可能明年 2020年 明年是2020年 对 明年2020年 可能真的会 会想来高雄 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可能是没有跨年的计划 坦白讲 跨年是我这一次提早 这一次是 韩国瑜选举之前 我就买 飞机票跟住宿 所以相对我的这些礼费 是不昂贵 所以我虽然没有挤到去跨年 好像昨天梦时代 我没有在那里 我早早就去 我从早上到黄昏都在那里 买了很多韩国瑜的纪念品 吃了很多当地的美食 感受到他的彩排 听到黄小福 这个老牌歌星的演唱 还有他现场的那些音效 我都感受到 而且我站到最前面 当然你要再跨年 你知道吗 不大可能 8小时要在那里 在那里 然后到最后你是挤不出去 所以他们说 他们都有穿纸尿片 大人都要穿纸尿片 或者完全不喝水 完全不喝水 对我来讲是伤害我的身体 我不可以 因为我自己了解 我自己的身体 八小时不喝水 对我来讲是伤害我的身体 所以我真的也是不敢 你看我跨年跨不了 抬回新加坡 是有点担心 毕竟自己的身体 你看我在那里也有点感冒 在这里也感冒了 身影又不是很好了 但是就想 哎呀 没有机会跟你们试试看 就做这个直播 谢谢你们 在新加坡也支持我 把我在高雄的这个记录 每一天的行程的记录都有告诉你们 那我最感恩的就是 我们本来在礼拜天 都想去一个教会 来敬拜我的神 但是在高雄这里 去到一间教会 没有平安 不想去 结果就有点打笑念头 但是很奇妙的 一到的期间 哇就去到原来是高雄 全高雄 没有全台湾的第一间长老教会 我经常在那里聚会 我从前也是长老会的信徒 现在是为理工会 所以蛮开心的 我不懂现在这个直播的效果好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 没有看到网民 因为我是用手机直播 不是用我的这个电脑直播 所以我也没有看到办法 好像没有看到有网民进来 就是这样 在这里现在1月1号 你们大概也是睡大觉吧 现在时间是很早 在这边 等一下梳洗一下 去下面吃早餐 哇这里的早餐非常 他们预备的非常好 你住在这一间 是不错的 如果有人要去高雄 不知道要住在哪里 我给你一个贴士 就是一定要住在美丽岛 到捷运站 美丽岛捷运站去每一个景点都非常靠近 然后这间旅馆又靠近美丽岛捷运站 才走没有大概500米 就到捷运站 当然相对的 这个礼费会比较贵 但是设备是非常好 都是棒球的体材 因为太乱了 我也不敢 让大家看这个房间 你可以看照片 我会拍成照片在脸书 因为我现在这个直播也是属于脸书的直播 我相信网友们 就是你们都懂我 那这个YouTube的直播是可以给全世界看到 但是毕竟懂的人不多 还是莫忘初衷 虽然穿着韩国裔的衣服 纪念品的衣服 但是心还是在新加坡 毕竟我还是新加坡人 他从韩国裔的这个带领市政府 才短短的圣诞节到现在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就看到他的魅力 他非常了解他自己的角色 他只有行政权 因为他是市长 所以很多人叫他去查 前政府的这些弊案 他绝对不会去动手签 除非他们换了政府 换回自己 属于国民党的政府 不然我相信他也不会 他只是叫检调单位 司法单位要加把进去查 他也很聪明 不是说查过去的 查他自己和他的团队 这个人讲话非常得体 所以他在高雄现在 是99%是聘经纪 1% 才来除这些 除币 除币是除自己 因为他深信他自己的员工 99%是不会贪污妄法的 当然也有漏网之余 就是那1% 所以你看他是讲自己 这样的一个哲理是非常好 就是不要去批判别人 不要批判别人 占卖花 他占自己的花香就好 所以韩国瑜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做事情 真的是很有道理 你看他这件衣服 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自己这样也看不到 总之他最后还一个 就是 放眼 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增负宇宙 这样的一个观念 是多么大 也多么精 也多么细 也多么有乡土 也多么有价值观 但这四句话 我都觉得 成为我们这一生当中 人生目标的一个总纲了 你最后 你是来到一个世界宇宙观的话 你根本就把 已经超越了那种地球 那种地球观的 地球村的观念已经超越了 你看到他对宇宙的 要征服的那种心胸 是多么的远大 多么的超人 所以 这个人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 能够成为他的粉丝 其实我一生当中 很少真正的跟随人 当然我知道他这个人 是从台湾的国民党 当年的这些老兵的 这些后裔 所以他是眷村长大的 这些人都是非常热爱中华民国的 他们也了解自己的一个身份 跟地位跟立场 所以真的希望这个国家做得好 那你说要不要谈谈自己的国家的问题 当然要 这次我出去回到新加坡 总会做一些整理 然后我就会看到台湾人 看到高雄人 看到这边的情况 想起我们的情况 或许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比较 那我们也不要 我也不会去唱新加坡的问题 你现在慢慢看到这种 动不动就是有一点 当然 在这里也是 动不动也会这样 但是很多时候 这边的人权 这边的民主 你才是觉得说 是真正的 那有很多人说 我们这里的人会比较烂全 泛滥 听到一些计程车司机 也会这样的讲 所以好了 不要紧 我们回到新加坡 我再跟大家 比较一下 高雄人跟新加坡人 我有很多的点点滴滴 在这里的行程 这些日子都有 好了 我也不跟大家多谈 就直播到这里 算是最重要的目的 祝福大家 2019年新年快乐 和家安堪 事事顺利 换啦 拜拜 拜拜 拜拜